我們來討論這個X射線 這個X射線的話也是因為做那個什麼,因體射線 這個發現的,無意中發現的 我們知道那個20世紀初 那個真空技術比較發達 比較發達以後的話 那能夠把這個什麼呢 玻璃管子給它抽真空 那抽真空的話,大家就開始做那個 那個什麼呢 那個因體射線 做因體射線的話 這個也是在做因體射線實驗的時候 發現什麼呢 發現說 這個回路的話是這樣子 這裡的話 這裡有那個 什麼東西 這裡的話就是說 這個回路的話就是會把什麼呢 把這個燈絲把它給燒什麼呢 把它給 這有電阻嗎 把它給加熱 加熱以後的話 就會有電子的話呢 就會處在那個 比較激動的狀態 那比較激動的狀態的話 那我這邊的話 加負極 對於這邊而已 這邊是正極 這裡是高電位 這裡是低電位 那我們知道電子 它大於負電 大帶負電的話 然後這兩端的電壓 就這兩端的電壓 如果是高到 幾萬或 數萬或數萬 糊特的時候 加速的話 電子可以得到很大的能量 它會打在那個金屬板上面 打在金屬板上面 發現有一些 不明的射線就跑出來 這個射線的話 它會怎麼樣 它會那個使什麼呢 使螢光板 花光 如果這裡有個螢光板的話 射線打上去的話 螢光板會花光 而且會讓什麼呢 會讓這個 黑紫密封的照相底片 感光 就是曝光 會讓它曝光 而且 你再什麼呢 你如果把手伸進去的話 讓它照的話 那你這裡放一個底片的話 照到它 你裡面的那個骨頭 骨頭的話會呈向在底片 所以我們照那個A色線的時候 去照A色線的話 在A色線底下照的話 那骨頭都看得到 這個的話就是 這樣的話 那個A色線就發現 它發現的時候的話 那不曉得它是什麼東西 它到底是粒子還是什麼東西 不知道 那因為不知道的話 所以給它一個名字 叫X X代表什麼 代表不知道 到底不知道 後來的話 我們那個不是有湯姆森 湯姆森那個 發現電子的那個 實驗嗎 它那個事實上也是一個射線 電子射出來 它也是一個射線 不過那個射線 因為它會偏轉 所以它有帶電 然後呢 它有質量 那個就是電子 有帶電後有質量 這個的話 它就不帶電 不帶電的話 你那個 加磁場加電場 它不會偏轉 那它不會偏轉的話 那就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後來的話 就是有人的話 就做這個實驗 這個應該是布拉格做的 因為它的公式就是布拉格 布拉格公式 它就說 有可能有人的話 就說 把它放在什麼呢 放在 就這個射線 給它照那個什麼呢 照一些晶體 一些晶體的話 一照的話 發現 這個底面上面的話 有一點一點 那個落色現象 所以的話就 就猜測說 它什麼呢 它是那個 它是電子波拉 就是它是一個波 因為波的話會產生到這個現象 它就波 然後就建立模型 啊實際上這個 這個是比較簡單的那個 那個解釋方法 它這個是啊 就是說 有一道那個 電子波進來 一道電子波進來的話 的話 然後呢碰到什麼呢 碰到原子的時候的話 它會閃射 然後閃射的話也是呢 發生電子波 那比如說兩道呢 電子波這樣進來的話 然後呢 它在某個地方 它在某個地方的話 如果 這是兩道平均光的話 這兩道平均光的話 它有個波層差 這波層差就是這一段 加上這一段 如果呢 如果呢 這個波層差 這一道光這一道 跟這一道光的波層差 如果什麼呢 如果是波長的 整數倍的話 它就會有什麼呢 會有亮點 它就變成是 建設性干涉 或是要相閃干涉 它就會有亮點 如果波層差是 半個波長激數倍的話 它就有暗點 那這個的話就是有亮點 暗點 這樣產生 然後呢 然後的話 我們就有一個 那個所謂的 布拉克公式 這布拉克公式 它是怎麼樣呢 它是說 你將一道光這樣過來 那有些 打到這裡 這個金格 金格的距離的話 我們叫D 就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那個 晶體嘛 這晶體的話 原子跟原子之間的距離 我叫D 這個P的話 然後這個角度 我叫做西島 這個叫絕類角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會跟這個角度一樣 為什麼 因為呢 我們這個是取直角 因為這兩道平行 這取直角 所以這也是直角 這個加這個90 這個加這個90 所以這兩個角度一樣 所以這個也是直角 所以這個也是直角 這個也是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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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它波成差的話 這一段 這一段等於的話 這一段是等於 這個D 三直角 D 三直角 然後它有兩個 所以是兩倍的D三直角 如果呢 它是什麼呢 它是波長的整柱被的話 那麼它就是建設性干涉 就形成亮點 那這個就所謂的什麼呢 所謂的那個 布拉格公子 但是看起來的話呢 好像是反射 事實上 上上的話呢 不是那麼單純 一個晶體 一個晶體的話 是在這裡堆 那你一到一個晶光 這樣射進去 就是 就是一個病 一束 一束一個晶這樣 射進去的話 它會在什麼呢 它會在那個 這個晶體後面呢 形成什麼呢 形成干涉條紋 干涉條紋 不是看起來是這種 這種反射 不是這樣子的 這個東西 剛才這條紋的話 你如果以這樣的 東西來描述的話 它是什麼描述呢 它會說 因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晶體的話 你可以把它 這樣看成是一個面 你可以這樣看成是一個面 這樣也是 是個面 這樣也是個 有很多種面 很多種面的話 那個面的話 形成了干涉的話 會在後面的話 產生什麼呢 產生干涉條紋 所以事實上是沒有那麼 事實上是很複雜 很複雜 這有一本學問叫做什麼呢 叫做那個 X2線的晶體學 就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這種 繞色條紋的話 取它那個繞色強度 來什麼呢 來得出 你這個晶體的話 它的構造是什麼 那這個就所謂的什麼呢 所謂的那個布拉格公式 那這樣子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就證實了什麼呢 證實了這個 這個X2線 它是像什麼呢 是像是那個 波長很短的 電磁波 波長很短的電磁波 它這個波長它的數量級 是什麼呢 是一個原子大小的數量級 就是說原子 等於是一個 金格的大小 金格大小的話 大概是 大概是什麼呢 大概是一個 原子的大小 1i 它這裡有講 它說 它的什麼呢 它的射線的波長範圍是 10i 到多少呢 10的1 1i 大概是原子的尺度 因為它的X2線 它波長在原子的尺度 所以你只能用了金體繞色 才能看得到它的繞色條文 你用其他的用什麼雙峽縫 這雙峽縫的距離太大了 你根本看不到這個條文 那這個就所謂的X2線 那X2線的花線 它也是拿諾貝爾講的 不知道是倫琴 還是布拉格 這個我就不曉得了 或者是兩個疫情啦 反正呢 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它也是拿諾貝爾講的 就是因為它是在旁邊的 這個網上的旁邊的 就像一個人說的 你可以用來自個網上去 這個網上去 就是這一點